我跟柯文哲沒有那麼好 然後我也沒有做過他們的生意 他委託你做民調也天經地義 從來沒有委託 柯文哲從來沒有付錢 委託美麗打電子幫做民調 從來沒有 我贊助他做民調花了好幾百萬 這個有 我支持柯文哲的錢上千萬了 2019年我辦了市場的董事 這個叫柯粉見面會 那個時候我就在嘗試 我就在開始 是民進黨那時候政黨外遇 不挺自己黨的踢躍候選人 你就是關鍵的一咖 大家所關鍵的總統大選 撒喀都真的確定嗎 賴清德真的有勝算嗎 來董事長怎麼看 我跟你講 這個我們今年2020總統大選 如果撒喀都的結構不改變的話 我到今天還確信賴清德100%當選 但是可是這個結構 目前看不到改變的跡象 那據說 因為賴清德本身的基本盤也非常強 他大概民進黨影響他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所以局勢是往這個方向在發展 所以變數還是在 但每個月都會發生變數 那你覺得在後面隨著時間越來越接近1月13號投票的時候 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力道會越來越強嗎 我認為中國跟美國的戒選 這個棄除心跟力道這兩個人都不用懷疑 那是會請吃奶的力氣跟你幹到底 這個100%的 那中國怎麼可能不戒選呢 中國一定會戒選嘛 那美國也不遑多讓 美國也不會讓這個事情就此放過 你看美國這一次 他那個AIT的主席 這兩天到台灣來 三個中的候選都見了 對 第一個見誰 第一個見侯友宜 他見侯友宜幹什麼 為什麼第一個見侯友宜 在理論上來講的話 因為賴副總統在台北 他在台北跟他見面 應該是見賴副總統 那是會當選的人 他會見一個民調第三名 還有可能7月中會被換掉的人 你不覺得這個動作 他順序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 這個有什麼考量嗎 所以很簡單 他在護侯友宜 他在保護侯友宜 他希望扶侯友宜上馬 能夠順利在7月中 整個7月中能夠通過 7月23號 全台會要通過 你的主席選擇見侯友宜代表 他希望台灣的總統大選 侯友宜上 他支持侯友宜這樣講 他在支持幫侯友宜 在做一個安心的一個 穩定的一個功能 我個人這樣解讀 你個人這樣解讀 據我個人的了解 他們見面所談的內容是什麼 他們談的是行程 談訪美行程 那談訪美行程 表示他就是非常具體的一些內容 如果我判斷不差的話 他會有行程的公佈 或是說 甚至於我認為要7月份安排行程 如果7月份去訪美的話 剛好可以押注這些所謂的反侯勢力 在7月23號的造反這個場域 因為當天是他們全台會 所以他這個去穩定侯友宜 是這一次的我認為是主要任務 可是貴單位所做的民調兩次他都是第三 而且是在517徵召之後沒有多久了 第一份的民調是暴底了7.7個百分點 將近8個百分點 是百萬人口在移動 剩下18.3 是老三 讓國民黨中央也吃起了老三參和 對 可是你要知道 美國國務院有一個基本的想法 其實這是我們的想法 你我其實都一致 就是說我們要看選舉的結果 賴清德贏 這我剛剛講的 我開場我就認為說 我認為他會贏 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我希望所有參加的 Candidate的候選人 通通都主張以臺灣優先 都不要沒有人去主張一個中國 或沒有人主張九二共識 那這個意義是更大意義 你了解的意思嗎 是到今天為止 侯友宜沒有主張九二共識 他沒有接受九二共識 所以很清楚 這很好啦 所以 終於大家對於國家定位 是有共識的 所以要鼓勵他 有共識的 所以美國這個 羅森伯格來臺灣就是鼓勵他 你不要被我扁了 你還要繼續幹 對不對 所以侯友宜在跟美國 跟VIT主席見面之後 他到了政大去接受學生的這個拷打 對不對 那對兩岸的做法 對國家定位很清楚啊 他還是沒有提到九二共識 所以不接受九二共識的侯友宜 是美國人要的侯友宜 這符合美國的利益 所以你認為AIT主席見口有 是鼓勵他繼續逃 所謂臺灣會優先的方向 當然 是支持他的政策 但是美國應該不會去表態說 我支持什麼樣總統候選人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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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候選人無關 OK 他的藉口我認為在政策上如果出現 我再講一遍 三位臺灣人選總統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然後三位臺灣人選總統的時候 通通不接受一個中國政策 或一個中國的原則 如果是這種的景象出現在這個 台灣的版圖上出現的話 對這個美國的對中策略來講的話 是不是一個有系統的連貫起來了 然後侯友宜在他演講裡面 特別談到了 第一次的在三重演講 談到了日本跟韓國 那個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個人感覺上 那就是講第一島鏈嘛 是 那就是講第一島鏈的概念 所以這個整個 整個概念大的戰略的 沒有講出口的那些的話裡面 最重要就是說 他沒有接受九俄共識 那這件事情 北京當局是什麼反應 當然很火大啊 非常火大嘛 到現在為止 你還不可能跟我講九俄共識 是 九俄共識是列入國民黨黨綱 侯友宜到今天都不鬆口 所以這個是一個 侯友宜 他其實只有剩2% 他是候選人 他還有價值 這個價值對台灣人是有價值的 什麼叫2%候選人 就是只剩2%的話 他現在22% 輸到剩2%好不好 我說輸到剩2% 只要說他沒有接受九俄共識 這個價值存在 是 國家定位過去我們看到 國民黨這個徵召這個候選人 事實上他是規避的 他是牌子去談的 所以某一種程度人說 你侯友宜長起來 沒有辦法跟國民黨畫上等號 也因此他可以吸收非國民黨的選票 所以我們看到921大選之後 他是來到他幾乎聲望的高峰 將近40% 可是怎奈 國民黨中央決定徵召你之後 怎麼來到好像歷史最低 甚至認為這個聲勢會繼續跌下去嗎 18.3 183 所以這應該怎麼進行解讀呢 這個就是說有兩個因素 就是國民黨這個黨 這個爛黨 我每天在講 這個爛黨有一個傳統 就是他一得益三天 他就馬上就內鬥 所以當921大勝之後 國民黨聲望非常高 兩個月就垮掉了 那整個政黨的支持度垮下來 侯友宜的民調垮下來 這兩個同時垮 這是第一個現象 所以侯友宜面臨到兩個 也是兩個現象 什麼現象 他本來是侯友宜加plus 你之前我們是小君plus 小君台灣plus 小君台灣plus 侯友宜原來也是 也是侯友宜台灣plus 對不對 加上國民黨 是 結果現在變成什麼樣的 侯友宜不見了 變成國民黨下的侯友宜 是belong 是屬於 是在變成說 國民黨中間的友宜 快叫侯友宜 那這種侯友宜沒有用 他原來的那一塊 所謂的台灣派的侯友宜離開了 這是目前第一個 他會民調會洽諜的 第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 那就是內鬥嘛 你知道現在目前為止 地方派系 郭董 還有很多很多人 目前還有所謂的反侯派 還在積極運作 在7月23號要準備要換侯嘛 這個聲音不斷啊 這種一個內鬥的政黨 一個內鬥的候選民調不可能高 然後又是他的那個人設 或是給老百姓的原來的人設 做一個重大的改變之後 原來那些支持者馬上快速的移動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人減到便宜了 就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晚上減到便宜 所以柯文哲我有跟他講 我說 我說你完全沒有因為你的努力而成功 你的成功是因為南軍的失敗 到今天為止 柯文哲沒有做任何一點 他自己的努力而獲得他的支持度 因為現在目前的這個 這個SAKA都的選舉啊 其實分兩塊 就是說賴清德那一塊是固定的 他完全跟他們就是不搭軋的 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一點connection 賴清德他的民調 我們做賴清德民調 做了將近有兩年多三年的時間 很長時間 他的民調一直維持40% 完全不變 完全不變 賴清德民調的特性 我先講壞的啦 大概有35%的人 我沒有做反面民調 我有反面在做調查 就是35%的人堅決不投賴清德 我看他數字怎麼會那麼高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 他有25%的100%投給他 那我們講這25%你現在沒有概念 我先告訴你 我去比較侯友宜11% 柯文哲11% 所以他們的鐵盤 鐵票 鐵票就差了就14%左右 不管怎麼樣子風吹雨打 他這個25%一定投給他 所以他跟民進黨無關 這跟民進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這樣子啊 所以民進黨發生的一些 壁案 醜聞 壞事 賴清德變成是絕緣體 絕緣體 怎麼這樣 這長期來 因為長期大家已經把賴清德 跟蔡政府有一點脫鉤 這是好還是不好 以選舉來講的話是好的 因為賴清德是唯一的 可是蔡英文過去拿下817萬票 這樣的好 那所以投給蔡英文的票 未必會轉移到賴清德身上 但是蔡英文今天已經沒有870萬票了 那也沒有了 我們看到蔡英文的票 我們應該這樣講 蔡英文的滿意度跟他的信任度 在台灣的歷史上 都算是這個掰咖總統 所以Lambduck 是最後一年的總統的高峰 他說維持大概一半一半 對 甚至於過半 他大概有過半的支持度 然後不過半的負面指數 就是相信其他的總統後期 他算是還不錯嘛 用簡化講就是一半一半 那個時候馬英九 馬英九前總統 我記得 9% 就是我們給他 高趴 乘以2好18%好了 我記得還有18% 所以我認為在歷史上 大概不可能出現像蔡總統 那麼高的高峰 但是你要承認一個現實就是說 有一半人反對他 有一半人反對他 那這個一半人反對他呢 在選舉當中的話 那就是要 賴清德要爭取的票 對不對 而且在蔡英文所有的支持度 裡面的支持度 會不會全市轉移 其實也不見得會啊 所以還是要靠他自己啦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賴清德反而 我用了一個 可能不是很正確的形容詞 因為從去年的九合一大選 這個蔡政府等於大敗嘛 對不對 等於大敗來講的話 某一定程度上在政治上的解讀的話 可以解釋成一個失敗的失政的結果 以選派來看的話 非常物理方式來解讀的話 然後在這種解讀方式的話 才有賴清德接黨主席嘛 所以賴清德接黨主席 某一定程度就代表了 蔡政府去年的選舉的失敗 應該這個關係大概用這樣的解讀 應該大致上不會錯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賴清德的定位就變成很重要 他有一個角色要扮演好 他什麼角色呢 他要扮演了一個民進黨的改革者 那改革誰呢 改革自己的黨 改革民進黨 改革民進黨 然後他要幫民進黨 重新再做一次的整理啦 或是清洗啦 或是說再把它重新再修復啦 那目前他做這個工作 所以他下手要很重 所以有很多人解釋 啊這是派系鬥爭 這不只是派系鬥爭 其實他必須要讓民進黨 重新產生新的生命的話 不能夠只扮演一個 所謂的遮羞腹的角色 他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行動 因為像過去馬英九幫國民黨 這是遮羞部啊 他沒有作為的啊 他是一個無能的人嘛 他沒有做事 但是啊我很好看 但是我沒有那麼爛 這是一個比較乾淨的國民黨 讓大家看到 那是一種選舉的技巧而已 可是賴新的這樣不夠 賴新的必須要更積極的 去做很抱歉的 要對過去我所屬的 那個年代的民進黨的權貴 要去做一些改革的工作 我覺得子嘉董事長提出這一點 各位你應該記得 這兩天當中 我在做一些選情分析 我也提到這個部分 也許我想讓子嘉董事長 針對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具體的說明 因為我們常常會說 執政的包袱 對於賴清德來講 你面對有執政的包袱 那現在葛回誰在當呢 陳建仁 那陳建仁是誰呢 過去的副總統 而且在2022的大選中 大家都知道 他有可能是蔡英文總統 也屬意的2024的總統候選人 不過這場2022 因為在首都 包括了新北的大敗 跟桃園 包括基隆 都失去了執政權之後 變成這位總統候選人 他也消失了 那麼包括鄭文燦的部分 也可能因為學位的問題 後來也失去了 本來被外界認為 隔回了位子 所以我這兩天一直提到說 賴清德你怎麼超越蔡英文 賴清德怎麼超越自己 不惜在政策方面 應該要勇於造反 那我這個部分 是不是跟子嘉董所想的 某種程度去不謀而合 有 有 有 你可以舉實際的例子嗎 非常雷 我們講的非常雷同 但是這裡面就是 那談到賴清德的短板 賴清德的短板 再來比較蔡英文的優勢 蔡英文為什麼 到了第八年的任期 他的民調還能夠維持那麼高 那絕對不是說 他不開記者會 或是他做壞事 這都不對的 確實他在台灣的國家定位 跟國際的位 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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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亞太的地位上面的爭取上 他花了有一定的 一定的相當程度的這個 這個成就 那這個成就 這個目前來講的話 看起來 並沒有辦法轉移到賴清德身上 所以賴清德要努力是這一塊 是 那這一塊來講的話 就是說在 我認為 因為在國際關係這部分 它比較陌生 那我們必須要講說 過去的八年來來講的話 蔡總統做得很非常的 非常用心 做得很深 是 做得很深 那做得很深的部分 有時候做得比較過頭 但是不管怎麼講 就是台灣變成了一個 就是在美國的亞太戰略裡面的 一個重要的一環 這是不真的事實 那這個不真的事實 那這個重要一環 就我剛剛提到的 包括侯友宜 他不敢承認 他也不願意承認九合共識 就是因為這個整個戰略位置 已經被定位了 所以在這個定位之後 目前我看起來就是說 賴清德有一點可惜的地方 就是說他這個方面比較陌生 這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他對在中國的論述上面 太簡化 太簡化了 怎麼說 因為他的簡化很簡單 我看他在黨部的演講 跟在政大演講裡面 他講很簡單 他說我們台灣跟對中國的關需 該做都做完了 那剩下的是中國的選擇 不是我們的事情 他沒講 不是我講的不對了 他的原話就是說 我們台灣該做都做完了 那我們要的是平等尊嚴 那至於說 這個今天的結果 停止交流這個結果 是中國政府的選擇 他在這個講法 那這個講法來講的話 我覺得美國人 我講美國人 不符合美國人的利益 或有一些最大此刻最大敵人 不是賴清德 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最大敵人都是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柯文 我跟柯文哲沒有那麼好 我也跟你講沒有那麼好 是 我跟他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私交 就是他在當台北市長期間 我跟他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互動 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沒有做過他們的生意 而且 沒有做過他們生意 我做他們生意 我賺的錢比他們 怎麼可能 我賺他們錢 不是我是說 做他的生意 他委託你做民調也天經地義 從來沒有 柯文哲從來沒有付錢 從來沒有付錢 從來沒有付錢 從來沒有 我贊助他做民調 花了好幾百萬 這個有 那你幹嘛 你佛心來的 不是佛心來的 我有道理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我在看 我花幾百萬 不拿一毛錢 我當然 我支持柯文哲的錢 上千萬的 等一下 你又支持他的錢 上千萬 不是就是我幫我 我跟他辦活動 你記不記得 那你幹嘛義務幫他辦 我幹嘛義務幫他做民調 不是那個時候你記不記得 2019 那是哪一年 2018年是他第二次行求連任 2019年我辦了四場的董事 這個叫柯粉見面會 是 那個時候我就在嘗試 我就在開始 是民進黨那時候政黨外遇 不挺自己黨的踢的候選人 沒有 你就是關鍵的一咖 那個時候我挺的是誰 是不是 那時候是誰啊 那時候我在節目罵四大傻 去募加賢慧 那你搞錯了 那一年你變得蔡英文是候選人 對不對 是啊 那你記不記得我被韓國瑜告 韓國瑜的小三是我去爆料的 是你在我們節目裡面談的 對啊你記得嗎 我被告啊對不對 然後我那一年是蔡英文的鐵粉 我當然幫蔡英文拉票 我怎麼可能沒有呢對不對 蔡英文我拉票 我是很 我的 我有功勞的 我在蔡總統當年的選戰裡面 我有具體的功勞 甚至於蔡總統有 我有徵詢過我的意見 是不是說啊 像譬如說我的一些友好的朋友 是不是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安排 我說不用 我通通都沒有 這個很簡單 我跟蔡英文總統要東西 不是更快嗎對不對 我不來這一套 因為我 別人不覺得怪 蛤 別人不覺得怪 不覺得 你不覺得 我說別人可能不覺得怪 不會啦 因為我對這種 我對這個經商這件事情 我有我自己的邏輯啦 因為我講比較坦白一點 靠媒體喔 是槍 媒體是槍 媒體不是麵包 如果有人把媒體 麵包來吃的話 那可惜了你知道嗎 槍是哪來幹什麼的 槍是哪來打人的 打仗用的 所以我們在經營媒體 就要經營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媒體 這是我經營媒體的目標 當我這個有力量的媒體 變成麵包的時候 我就完了嘛 我整個人生都毀了嘛 我怎麼會幹這種事呢 就跟你一樣啊 我們外面不跟人家往來的嘛 巧克力也是不囉嗦的嘛 不拿這種 不拿 有人會拿百萬皮包嘛 對不對 有媒體人啊 在你的人生裡面 你的皮包 加起來也可能是百萬之多 對不對 可是都是 老娘辛辛苦苦賺來的 對不對 每一個人自己追求的啦 對嘛 所以有些的原則 跟別人的原則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就是說我們在 因為在經營我個人的這種商業來講的話 或是我個人的這種經濟的經營方式來講的話 我當然比一般媒體人要強很多很多嘛 這個不在話下啦 然後我不會去用媒體 所以你沒有按住柯文哲就是了 還是民住 民住 是民住嗎 柯文哲怎麼 柯文哲不會給我的錢啊 我也不會給我的錢 我覺得這個政治光譜本身就是會有一些變化 尤其這個 每一件事情當時 在當時那個時空之下 我們做了一個決定啊 那這個決定不等於就是說 我們終身的決定嘛 尤其到我 我到一定年齡之後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又有宗教信仰嘛 我們宗教信仰 本來就是對每一個那個現象 跟時間的關係都是屬於短暫的嘛 它不是長期的關係 所以不是很久的 不是很久不變的道理啦 那至於說柯文哲 會不會是一個好的中華民國總統 對 這個是 今天我給大家答案 當然不會是 不會是 那至於說 侯友宜現在準備好了 當中華民國總統沒有 我告訴你也沒有 兩個都沒有 那嚴格講 以三個人的經驗來講的話 賴清德的經驗 我用我們的這個 佛教徒講的話 它是聚屬 它是完全準備好了 它是可以當總統的候選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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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 我非常不能接受的缺點 就是它全部是新潮流 那就是賴清德 變成新潮流化的賴清德 這一點 這個是在民進黨內 是很大的疑憂 一個派系獨大 一個派系吃掉所有全部的話 那將來這個派系的 不要將來 現在目前已經發生了 很多提名的排擠效應 很多資源分配的排擠效應 都能展開了 我覺得賴清德要面臨到這個 新潮流跟它之間的關係 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但是那是不是做到我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是 我過去兩年到三年中間 我沒有改變的 恆常不變的 每次的這個美麗島民調 照規矩做 賴清德從來連一點 疑慮都不會有的 接受我們的民調最後出現的數字 是 那中間 我們的兩個也有共同好朋友 曾經打電話給我說 欸子佳 我看那帝市長也不錯 對不對 帝市長 你說帝文燦 我說我 這 不錯是怎麼樣 是孫總統也不錯的意思 還是做印長也不錯 孫總統也不錯 孫總統也不錯 是誰靠你這樣說 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之間好朋友應該蠻多的 當然我覺得說我的好兄弟 對不對 海董就親自打電話給我 他不止一通 對不對 那他的話我不能不聽 他跟我的關係很close 那他只是說也不錯 當桃園市長連任也不錯 不是桃園市長 不是 當時三年前 這是三年前 剛剛當選新政府 所以我在講說大家都好朋友 那各有各的交情 那我們到最後他民調不行的時候 我還是要把他拿下來 對不對 把他在我們的名單裡面放下來 是 這個就是個現實 那曾經一段時間 你也知道新潮流內部 也發生過在兩三年 過去兩三年內 也有賴清德跟鄭文燦兩個 也有一些所謂的這個靜河關係 兩個都是新潮流的 對 有發生過靜河關係 那個靜河關係到最後明朗了 當然現在全部 鄭文燦是全力支持賴清德 這我完全了解 這很多 很多追那個時空的 那個時間點 那個timing 那個時間點的本身 它所代表的那個當時的意義 不是一個很常不變的道理 它是會有變化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要談起來就很長了 但是目前 現在今天的選舉來看的話 我覺得 就是說賴清德是準備比較好的 準備比較完整的地方 好 我花了那麼多錢 然後做我 我這樣做 對 效率很低 那我花這樣的錢 我們也可以有這種 對 那你們花了每一吃幾塊 我花這些 它 它的大規模 人家如果這麼規模 你們大規模 你們大規模 沒有吃了 你幫我開 你再幫我拿一個塞子 然後我回去保持什麼 真的嗎 你非常的 你是在請 所以你其實 對啊 所以你個人 有說你有一個 主學要去 對 主學很正 謝謝你燒到我 爸爸 你時間那麼寶貴 所以我說 這個 這個 太行德 我用了一個型 好 太行的 很甜 太行 好 過an 好 過 rights 又回來了 你